宋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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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个宋婉啊 你有钱开公司 你没钱孝敬佛是吧 有你乱当儿媳妇的吗 你们大伙看看啊 改名了欺负老婆婆呀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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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往我这里欺负死了呀 你是不是要给俊姨钱了 他就是个人事生 背个无敌洞 我实在填不了 有你这么说小叔子的吧 照顾小叔子天经地义 妈 又不进了办公室说吧 人家办公室说 算把钱给你 这房子还挺大呀 你怎么笑死了 这么大的房子 你不还回来住吗 您就决定不好吧 然后 撤回家 你看你这儿媳妇啊 你这什么信仰 你让婆婆睡这么小房子 这么小走住啊 这么小走住啊 这样啊 你和杨安把大屋让过来 让杨俊睡 我和依依去那里 你们俩睡那里 你们俩睡那儿 妈 这是我家 刚刚主人睡科房的道理 再说了 没有不常住 谁说我们不常住了 这次就是给小鸡结婚来了 我们没有那么快就走 妈 这怎么了 你问起 我刚才能问起 我让我们睡科房子 啊 这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我是你妈 听我的 妈 要是您不论一个话 我可以给您在外面开房间的 你 听得不听你啊 妈 妈 这样今晚呢 您的小朋友在客观出去 咱明天再说 好吧 那不行 小俊走 我们上大屋看看你 嘿 来 谢谢妈 小孩子不用吃那么多肉 来俊俊 你都吃了啊 谢谢妈 杨啊 外面吃饭呢 那你吃饭去吃呀 你觉得我还能吃什么 矫情 这不还这么多呢吗 我跟你说你啊 要在我们村里 就像你这样 让婆婆不满意的媳妇 给你留口吃了就不错了 你把边收拾一下吧 那个 吃完饭再收 谁吃了谁收 桌子不收了 雅安 你看你媳妇 懒死了 当然没有吧 您一个做媳妇的情况 收吧 喂 宋婉你怎么回事 你做的饭是不是有问题啊 妈和小俊都肚子疼了 你调查都没有调查 就怪我 你赶紧买点药回来吧 还有 妈说想吃点水果 你烧带着带回来点 知道了 神经病 你先回屋好不好 才回来的 你先回来有问题 你到现在桌子还没收吗 我都知道手是桌子 你没跟您弟弟都动筍对吧 谁让我吃那么多 杨安 你看你媳妇 妈 你别生气了 小晚上不买了水果吗 这买了什么水果呀 不知道买点大的 笑什么 不不吧 舍不得给咱俩俩花钱的呗 杨安 我看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俩呀在外面饿死了 你都不会管我的 如果我们不管你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冲在那个家里 说两句 说了什么 哎呦老头子呀 我的名字太苦了呀 我都最怕年轻 还没有人喜一份欺负 宋兰 我来道歉 我来道歉 妈 我给您道歉 不该把菜烧得这么好吃 我也不应该给您寄生活费 我更不应该能进你家的 就应该如你所说不管你 让你流浪街头 宋兰 宋兰 没天理了呀 别太老人了呀 没天理了 大伙都看了啊 有多的好人心啊 别太老人了啊 杨曼 有没有良心啊你啊 去那媳妇忘了呢 妈妈 你什么事啊 你什么事啊 我怎么扔你啊 就让你媳妇这么欺负我呀 啊 哎呀 我以为我还以为我 还以为我大伙大伙 我以为我 妈 你来 那你妈道歉呢 妈谁用过来 我好歹提早想一下啊 你就让你这么欺负我呀 啊 妈 妈 我做错了 我给您道歉 怎么就是要钱了 我给就是了 算了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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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曼 杨曼出事了 杨曼怎么了 别着急 慢慢说 哎呀 杨曼啊 说是在KTV玩得好好的 突然就被人扣去了 妈 你快点 赶紧带着钱去把他救出来 妈 杨曼已经三十岁了 他这么大个人 总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吧 你什么意思呀 你就是不想救呗 这钱是你给他的 没有钱他能出去玩吗 你要负责了 妈 你讲讲道理行不行 给钱也是你逼我的 你能不去救啊 你女儿也不会恐怖 你说什么 我女儿呢 妈 她是我儿媳妇 你管她要钱 你别伤我儿子 你叫什么 她叫顺管 她是自己开公司的 她可有钱了 她不差钱 你管她要钱 我女儿呢 她是很有个性 来 我的酒喝了 没有见到我女儿之前 我什么事都不会答应啊 你不是说 人很轻化吗 你赶紧喝了呀 人要是敢动我女儿 应该喊猫 人都没想活 人 就在隔壁 把酒喝了 就让她过来 困难 八月 和数金 明天 公司 你怎么带她一直来这种地方 我本来有自然间子 没事吧 我说 我说 你想脸 不bia 你出发我的刺 好啊 你借过我安排 对 你借过 你去吧 你还可以 这时候才来呀 许哥等这么长时间不好 别废话 这事你们打算怎么办 说说吧 他欠了多少钱 如果太多 我们也给不出来 这小的敢勾当我的女人 你们以为这事 用钱就能解决得了吗 那你又是 我要他 留在这 陪我一个 你这胡说什么 别默契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不同意也没同意 杨爱你说话 你还是不是人呢 你就在这陪陪徐哥吧 进去我们走 等一下 杨织 你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你自己解决 你基本上要不留在这啊 你也别吓唬 走 你给我们走 你 你 哎 你好呀 杨爱 杨爱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陪我一晚上 要么把这些酒 全部喝掉 你可想清楚了 为了那么个男人 值得吗 我不是为了他 不是为了我女儿 那你就更不应该喝了 如果你有个什么山长两短 孩子没有妈妈 那岂不是更可怜 来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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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直接是一定会成为她们的把柄 我和女儿 不会从前状况在女婿站汪辱的阴影下 不能让我这样的事发生 我很欣赏你的性格 卖你个人情 这事了了 如果你婆婆一家人以后 再保你麻烦的话 我可以帮你一次 敬你是个好妈妈 看看这都几点了才回来 赶紧做好饭去吧 一会儿杨阳阳俊就起来了 我现在好多 那不是你的宝贝儿子 我至于到现在她回来吗 我现在睡觉 你这什么态度 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说像你这样 就这么不检点的女人 一喝过酒 喝到这个点才回来 也就往家给你一口吃的 你应该特别的乐 我喝成这样 还没说过你给你宝贝儿 但是天天不过急 你们有谁都跟你儿子一样 不知道 只在知道吗 苏文 你怎么跟妈说话的 你看看你这媳妇儿啊 就这样的 早就被离婚了 好了 离就离 把这种方案送我婚前买的 你们的官 你们都要管出去 老公 这种方案 今天你这个媳妇儿 画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你房子 不然是她的婚前财产 你得婚我们就都得出去呀 好 现在婚姻法是这么规定的 就是一个发生错了 结果不及前发生了 希望她对资产 定能够要付极后面的财产 如果她真的帮了 那就是把我们的财产 不许 把我们的财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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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超过了 咱们上幼儿园该迟到喽 哎呀 哎 咱 咱 哎呦 妈 这房子是怎么出钱呢 那她心甘情愿让给我 怎么可能 不可能也得可疼 房子不能便宜塌了 那怎么办 我最在乎姻姻了 今天啊 幼儿园放学 我去姐妹妹 好好表现 你这个人对这个流氓 对 对 色狼一色呀 说谁色狼呢 我儿子就是没看清楚标志走路 我儿子 那么大的标签都看不见 你眼睛瞎了吗 你就是走错了 再说这脚带里的景色 有什么好看的呀 不看你啊 就是想搁钱 你这个家里有什么意思呀 不好意思不好 我是音音的妈妈 有什么事情 对朋友说的 音音妈妈 你怎么能随便什么人 都来接音音呢 这出了事怎么办 她是音音的叔叔 她老公的亲弟弟 我不管她是什么人 她今天闯进女厕所 就是她的不对 现在家长都考说法 你们自己解决吧 各位真是对不起 她第一次来幼儿园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那人态度还行 你小叔子把我闺里弄哭了 闺里干什么解决吧 哎呀 这敢起道歉哪 你道歉就行了 你代表君子 这个我不介绍 我要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哎不不不 哎 钱 哎呀 麻烦你 那这样吧 你们说个赔偿的方式 我来解决 你们看这样行吗 哎哭哭哭的就知道哭 都哭一碰了 烦不烦 你今天被吓到了 表明干的就是害她被骂 他当然难过啊 俊俊也不是故意的呀 再说 他又是好心帮你接孩子 哼 谁知道他没遇过那些好 不知道俺是什么心啊 嫂子 你怎么能这么误解我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 是他们胡搅难缠 让你给钱 你还真给了 你还不如给我呢 那又不是我儿子 给钱是勤奋 不给是本分 你这么大个人 你过去求求证证 哎哟 哎哟 我这养老金可是我的棺材本钱呀 你也敢要啊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哎哟 妈你起来 这事我们不送 我们走 哎哟 送完了 你怎么又惹妈生气了呀 我 她想要妈的养老金 那可是妈养老的钱呢 送完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哎哟 怪我了 那天我在幼儿园挪了点麻烦 嫂子为了凭麻烦呢 赔了点钱 结果回来就跟妈抱怨 让妈赔她钱 妈没有钱 还想动手 就是 哎哟 朗俊 你不要污蔑我 杨安 你信她还是信我 我只信我自己看到的 自从妈他们来了之后 你天天摆着个礼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现在正是我升职的时候 能让我安心一点啊 好啊 那他们走了 这个家都清静了 你我都能安心了 哎呀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好儿子呀 你看我妈都会逼成什么样了 她在演戏你看不出来吗 你瞎 你瞎 杨安 你真是你妈的好儿子 你不走 朱瓦你去哪里啊 宋婉你走就不要我回来我跟你说 妈 没想到嫂子公司发展挺好啊 那她还那么口不给我钱 别忘了我们这次的目的 也记住 主要是个房子 宋婉在吗 赶紧出来见我 你好 您还在有预约吗 那什么预约啊 我是她婆婆 赶紧让她出来见我 我现在就去喊她的女孩过来 宋婉 有个字是不是你婆婆的人 在大天灯里面 你怎么说的 你还要去探望吧 她们后面各个一个男的 总是四个姑娘 打包着她的工作呢 我可是你们宋婉思的心思 你的对我工作就没了 你 杨俊 你在干什么 妈 小孩子闹着玩了 我不当真的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说多少时间没回家了 毕竟你和男儿 现在还是夫妻呢 你呀 我嫂子去看着 张嘴就是想爸爸 你也得给你考虑一下啊 嫂子对不起 那天是我太着急了 我向你道歉 你看 俊俊也给你俊俊 那我欠两个号 五十一千 那你小孩子 你也胜了 算了 嫂子 这段时间对不住了 敬你一杯 都是你家人 不受了解 来来来 菜齐了 你看妈今天这么辛苦 要不敬了一杯 妈 没有什么事都直说了 妈 爹 我找了个女朋友 是吗 叫什么名字 什么时候到家里来看一下 妈 你今天这么劳势动众 应该不只是要说 杨俊有女朋友的事 来来 你先吃吧 你爹 你爹那女朋友的家 听说要有房子 可是你看咱家的条件 我明白不起啊 梁俊老师工作自己 我们家天典 付个首付应该不是问题 爸得等多长时间呀 你看看 你这不是有现成的吗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我度一下 然后我们结婚后 他还给你 我不同意 老公 你说呢 妈 你这粉丝也不是什么想法 你 我再想想 你就这一个心愿 等定理结婚了 我们就走 你们怎么这么 不通情理啊 妈今晚跟我哭了半天 说杨俊好 不用找到女朋友 这次如果不帮她的话 她以后结婚就更难了 但是你爸很懂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 如果房子给她的话 还能回来我们手上吗 我就是很不愿意的 我找了一些房屋上的案例 你自己看吧 我就是很不愿意的 你自己看吧 我还是确实在平安的房居 对 我还是确实在平安的房居 现在房子还在我们手上 他们当然很虚化 可是房子变成他们的 我们就变成带子的羔羊了 我们是用一睡打过 你自己过不去 你自己过不去 听见你哥呀 跟你嫂子说房子的事 他怎么说 他还能这么说 你嫂子鼓动你哥 不能把房子给你呗 怎么能这样啊 这房子面前啊 还讲什么感情啊 跟她老婆一条心 没有房子 我怎么办 怎么结婚呢 妈 你得帮帮我 我肯定得帮你啊 现在最关键是 他们两个制造矛盾 这样咱们才有好 跟她要房子呀 妈 我有个办法 你确定是真的 我七年所见 我还拍掉了照片 我跟她 这回看你哥说什么 可真是小伙子 对 你不要说 那你在找我 保留别人 你不用了 我要把他整理 我先走 你帮我帮你 然后一把我 把你帮给你 把你帮我 opener 能赚钱又怎么样 又不孝顺 脾气还大 最关键是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我看那个姑娘不错 屁股大一看就好生羊 你要跟宋婉离婚 跟她在一块 保证别跟宋婉强多 可就算我离婚也分到什么呀 这房子抽的都人宋婉出的钱 你不会想办法把这房产什么的 全都过渡到你的名下了 那你送了也不会愿意呀 他不愿意你不会想 小点儿是吧 你不会想办法叫他愿意 那能有什么办法呀 咱呀想办法抓住他什么把柄 实在不行啊 咱给他制造一个 陈律师 我老公出轨了 我想离婚 那你有缺陷的证据吗 我早上入道的我婆婆和我老公对话 我老公说他出轨女秘书 他们密谋想抢我的房子 像这一路啊 我老公觉得能够 让他们脚扎 你蛮致疼的 你国 Chicken显'T ignoring 我和他同学 有一个好战 一 sme ve 大家有东西 我胀想有本事 还 recycle 你还 communic攏 我们的胸怪 刚才有伤情 我们的胸 bubb 你还 law 咱给他吃草了 这些证据不太够吧 我要是有缺席的证据 我也不会找你了 你先别激动 如果你决心想离婚的话呢 我可以帮你 不过有几件事情 是需要你自己去做的 第一 就是多搜集小三的情报 第二 多搜集一些证据 一般小三和婆婆之间的证据 这很容易发情绪暴露 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还有就是 希望你不要太难过 我的孩子 我会撑下去的 你什么时候在我什么玩啊 等我吃了铁铁后 定带你出去吧 好 老公 我来给你送饭了 好 进来 这是你命运了 对 这是我命运的金刚 请 天爹 这是谁啊 这是我老公 放大 倒是没有特别进去的心 有时候我都忘了自己进去 你进去 你进去 对 对 你命运说还挺漂亮的 主要是工作的命运 还挺漂亮的 对 我来给你送饭的 虽然妈来找我 不然老行 但我听她说的对 我们老手下 在北京 我们要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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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呢 刚才有人喊她出去了 你当杨安秘书几年了 两年多吧 很少听杨安提起过你了 工作上的事情你也不懂 可能你们之间有代购吧 你这么漂亮 肯定有男朋友吧 没有 因为我喜欢有富之夫 你要干嘛 这里可是公司 就想问问 喜欢哪个有富之夫啊 小姑娘脾气还挺大的 金总你怎么回事 不是 是我多事 非要问人家男朋友 嫌我烦了吧 哎呀 哎 宋婉 你这儿是怎么了 你怎么还摔着呢呀 妈 没事 我就是看这个头颜衣好像坏了 我想修一下 哎呀 没摔着吧 没事 没事 哎 以后这种事 你就让杨安干就行了 啊 谢谢妈 小婉啊 那房子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哎 妈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事也不是不能 但我们总得 见一下杨俊的女朋友吧 要是这个小姑娘靠谱的话 那为了杨俊的婚事 我们做哥哥嫂嫂的 怎么也得努力对吧 嗯 但是要是这个小女孩不靠谱 我们也不能盲目 你说是吧 哈哈 是是是啊 我呀 这就让杨俊带女朋友 回来吃饭 晚饭我来烧 咱们吃都好的啊 那太好了 谢谢妈 你坐着歇着啊 嗯 麻烦妈了 然后呢 咱们哪儿呢 咱们 小姐 这是我女朋友朱玉 玉玉 这是我嫂子送完 杨哥 你好 哥 嫂子好 早就听杨俊说起你们了 你这条项链该不会是杨俊给你的吧 是他送给我的 是不是嫂子帮忙挑的呀 避免他克着三颗小爱心啊 杨俊 你跟我过来一下 不说 别说 那条项链怎么回事 我 我自己买的呀 你有钱买吗 那项链明明就是我和你哥结婚三周 你的纪念礼物 那后面三颗小爱心是我亲自挑的 我 我那天在家里看着好看 我就顺手拿呀 都是一家人 分什么你的我的 你问自己就是贼 我懒得很准 漂亮 男女 you want me to eat 不要洷出点 笑到你就直接喝掉 没事 半 컬러了 有什么话说吗 我嫂子吗 你们什么时候搬走啊 别怪我说话直 我这个人就这样 毕竟我们已经谈婚论嫁了 这房子也该装起来了 什么 杨俊 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杨俊说这房子是家里的 本来就是应该留给他的 因为还没有结婚好 定给你们两个住 等我们结婚了 你们就要搬出去 小俊怎么能骗人呢 什么骗人啊 这房子就是我们俊俊的 既然你是杨俊的朋友 我有些话就直说了 省得你受骗 宋婉 你要干什么 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 你脖子上的项链 是我结婚三周年的纪念礼物 宋婉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还有 这就是你未来不过的性格 女子不大 她都不会挣钱 还跟家里要钱 这些她都无实跟你说了吗 杨俊 你竟然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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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骗我